大家好,我是MKC主播李玉成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叫做能力創新 職場自我提升的四項力氣 相信這是大家近期都非常關心的議題 能力其實有時候不全然是一種天分 它反而是一種特質 是一種你我都有的特質 不過是在開發與應用程度上的一個差異 這樣子的一個技能其實是一種習慣 一種實踐 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可以是經過後天的訓練 和培養出來的一個技能 每個人都很努力 但是為什麼只有少數人 能夠迅速的脫穎而出呢 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比天分更重要的關鍵能力 事實上根據研究 有99.9%的人 他的腦部開發 其實都沒有超過10% 而我們對於人才的定義 也不再只是所謂的 IQ 就是智力商數 現在也要考慮到 EQ 和AQ 以及 MQ 等等多元的一個評價 對於職場能力的提升 我們將歸納以下四個特質 來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首先第一個特質 是從管理者提升為領導者 他所著重的 是一個信任關係 領導與管理的差異 在於管理 往往只是希望 運用既有的資源 和方法 在不犯錯 以及不浪費的一個情況之下 去達成組織的目標 而我們反觀領導 他則是希望運用 既有的資源 來尋找出更好的方法 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達成超乎預期的一個目標 這個時候 信任 就非常重要 信任是一種互相理解的方式 本身 可以產生激勵的作用 例如像動力 自信 忠誠等等 而我們在談到授權 它就是在充分信任員工 一種非常好的方法 人人都想要實現的自我價值 透過充分的授權 其實對員工而言 它是一種 信賴 和尊重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特質是從個人角度提升為公司的角度 這個特質著重的是一個格局的概念 所謂的管理最高的原則 它與境界 就是要達到自動自發 在達到理想的管理之前 人本身 其實就是一種充滿不確定的因素 在過程當中 有許多的領導和溝通 以往 在當部署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理解 主管對於管理決策的 管理在做決策時候的一些做法 直到自己 有一天也擔任了主管的時候 才更懂得 如何當一個好的部署 格局 它指的就是一個人的氣度 胸懷 眼光 膽視 台灣的郭台銘曾經說過 格局就是你一開始怎麼想 例如三個工人 在工地 棄牆 有一個人 就走過去問他們說 欸你們在幹嘛 這時候第一個工人說了 我在棄一個牆 第二個工人回答 我們在蓋一棟高樓 這時候第三個人說 我們正在建一座新的城市 各位可以想想一開始的想法 往往就決定了事情的發展方向 如果這個發展方向是對的 終究是會達到理想的目標與目的的 不曉得各位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小故事有什麼樣的看法嗎 第三個態度是從自我成長 來提升協助團隊成長 他所注重的是一個視野 所謂的成功 也就是讓自己達成目標 而成就 則是使別人達成目標 這兩個是有差異的 但是如果能兼備這兩個 其實也一定 就會是一個好的主管 和好的員工 領導和被領導 其實都是職場上的一環 而且 他是在一個經常不斷的 一個循環的發生的當中 尤其我們身為公司的中間幹部的時候 扮演非常重要的傳遞和執行者的一個角色 這個時候在心態上 我們一定要具備三個階段 分別是 第一個階段是工作 是職業 第二個階段是 工作 是事業 一直到我們第三個階段 要把工作 當成是一種 置業 藉由分享和助人 才能夠更提升價值 這是一個最快的方式 第四個態度是 從一個人說的 一言堂 提升為許多人說的 一言堂 在這邊 我們所著重的是一個 尊重的概念 領導和溝通 其實沒有什麼 捷徑和特效要 重點 在於 彼此能夠信任和尊重 所以領導者 要怎麼跟部署溝通 他的大致的原則 我們必須掌握一些 包括 首先 必須要建立一個溝通的機制 也就是要營造一個溝通的氣氛 接著我們最好是能試圖了解對方 而不是要試圖 去改變對方 再來 要去 尊重對方 而不是急著要對方先尊重你 最後 我們說的話 應該要盡量沒有攻擊性 但是要有影響力 和說服力 如果我們將職場轉換為家庭的話 在一場親職講座來說 通常 會來參加的父母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老闆的話 在觀念上通常沒有太多的問題 但是 該來參加的反而都沒有來 有時候是孩子 也就是這邊我們所謂的員工 他出了一些狀況 大多數 是被父母的想法和做法所影響的 所以真正想要解決問題 或是改變現況 其實 最好的方法就是親子共同參與 尤其是在逆境當中 才能夠培養忍受挫折 最後 也要建立起正向的關係和良性互動 職場關係也是這樣子 如果主管和員工 提升了彼此的信任和尊重 那麼 我們也能夠擴展到彼此的格局和視野 一切 都能夠更往上一層樓來看待了 以上NKC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職場的四個個故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